嗨 吸收窗戶 大家好 我是阿琪 今集再跟大家跟進泰國女星訂幕的離奇命案 其實在前面這麼多集 我已經將這件案件上的所有疑點線索都講過了 但還有一件非常重要非常關鍵的物證還未講 說的是律師傑里斯特曾提及過在訂幕車上的行車紀錄 為什麼這個車鏡內容這麼重要呢? 因為事發當晚 訂幕失蹤後 女經理人格迪乘坐訂幕車回去 女經理人格迪聲稱因為訂幕失蹤令她精神崩潰 所以她找了朋友的名字叫Body K 也是藝人 幫忙開車送格迪回去 所以這個車鏡錄下了女經理人格迪和朋友 在事發當晚說過的對話 究竟她們在車上說的對話內容是什麼呢? 女經理人格迪在事發第二天 跟傳媒和警方說 因為訂幕去船尾小便 導致意外失足到何身亡 但她的朋友之後都出來說 為什麼格迪你向警方和傳媒說 關於這件事的發生經過 和我那一晚開車送你回去 在車上的對話內容 為什麼可以搶這麼遠呢? Body K沒有仔細說到 她究竟說了什麼 但她說已經把他們在車上 所說的對話內容 已經跟警方交代了 究竟現在這個車鏡上的 錄影文件是誰手上呢? 在這方面真的要說說 律師傑斯蘭不夠醒目了 竟然發現到這件物證之後 沒有即時複製或留下 而是將它放在 電幕的媽媽手上 電幕的媽媽當然很快速地 交給警方 當大家以為這件物證 在警方手上 沒有機會再公開 報道指出 有警員偷偷地把這件 錄音文件 流出 到律師傑斯蘭和 在這位叫Jack的人手上 這位Jack因為他聲稱 自己認識很多警員的朋友 所以就得到這件這麼重要的物證 這位Jack之後 都跟記者講解 關於這個 在車鏡上的對話內容 他說對話內容有 16分鐘那麼長 而且在對話裡面 聽到是兩個女士之間的談話 當中提及過一些字眼 例如在船上發生過一些爭執 不吵吵 和指這件不是意外 我認識她的朋友 有 人們的能力 能力 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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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角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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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Jack會很快向傳媒公布 這個車騎的影像和當中的錄音對話 在律師傑慎向傳媒提及了這段錄音內容之後 Demo的媽媽好像非常不滿 即時聯同她的新律師去泰國委員會入址申請 要求所有不關事的調查人員禁止干涉這宗案件 當中包括律師傑慎一位Demo的朋友 而更加經驗還有女法醫Prontepe 女法醫Prontepe都表示她這幾十年的法醫生涯 第一次見到第一次聽到 竟然有死者家屬要求她禁止插手禁止干預案件 所以她都覺得非常詫異 而另一方面 警方不知道是否因為這件錄音文件 所以傳召了變性型阿SEN 和船主在手阿Job回警局問話 究竟當中談到什麼呢 警方暫時沒有公佈 不過警方對於這件錄音文件 也有發表過言論的 警方就說這件錄音文件 其實一直都在警方手上 而且說她這個車鏡上面的對話內容 其實聲音是非常之差的 基本上是聽不到她的內容是說什麼的 所以就說這件 車鏡上面的錄音文件 對於這件案件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 究竟警方說的話 為何與Jet和律師傑森有這麼大出入呢 究竟哪一方持有的錄音文件 才是真正的電話車上的車鏡內容呢 最後 最近突然之間財大氣粗的電話媽媽 好像真的想這件事件盡快結案 因為她已經向委員會申請了 除了警方之外 其他人員禁止干預這件案件 當各個民眾以為 這件事件已經完全在警方調查手上 應該在兩個星期內 就會結案原事之際 突然之間有一個 比警方權限更大的組織出現了 這個就是DSI DSI就是中文叫做特別調查隊 特別調查隊的成立目的 就是調查一些警方都無法處理 無法找到真相的案件 所以DSI的出現 令很多泰國民眾突然之間 處缸又回來了 如果DSI真的接手電話案件的話 警方就要將所有找到的線索證據 疑點、口供全部都交給DSI DSI在這幾天內就會正式宣佈 究竟是否真的會接手電話這件案件 如果DSI真的接手電話案件之後 最後調查出來的報告 會否與警方完全不同呢 我們大家一起拭目以待 大家記得讚好和訂閱我 旗在泰國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稍微 matrix結束 我們知道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